重新开启练习档好了 我们把重点再整理一下 哪些比较重要的 如果说我今天不一定是针对 证照考试的部分去做解题 而是说我今天假如说我要做一个 期末的报告 我该怎么做 比如说我今天重新再开启204好了 当然开启之后的话 我们直接用它有两个工作表 一个工作表是图书资料 工作表是图书年份 如果我们就直接用图书资料这个部分 把它稍微缩小一点点 能够看到这个资料全貌 里面的话总共会有A到H 总共会有八个栏位 如果说我要针对八个栏位做什么 做每个栏位的资料查询 查询的方式就是我刚刚做的 就是我是可以在旁边增加一个按钮 我按下去之后 如果我今天想要查什么 查这个借购号 那我就可以输入借购号 那就可以把借购号的所有资料显示出来 那如果要查提名里面的关键字 或者作者 编号 这些要该怎么查询 另外的话 如果你期末报告 假如要做练习 你就自己去找类似的资料 当然你可以找类似书目 书目里面到底用哪些书目 其实各大的图书馆 其实有些都有提供它的书目资料 你也可以把 比如说中央图书馆 或者国家图书馆 或者是台北市的市地图书馆 等等的他们其实都有提供类似这种资料 那你可以把它下载一下来练习 OK 你就做个变化就好了 那首先的话 如何针对这个做查询 主要我们上礼拜有讲一个重点 主要是透过它有个功能 什么功能呢 在isail里面 如果你要查询资料的话 请各位注意一下 可以切到这个资料 里面找到什么呢 找到有关筛选 其实就用这个功能 大家特别提供 你游标一定要放在第一列的其中一个储存格 假如我放在座子这里 按个筛选 那你会发现它的最大的变化 你按一下这个筛选之后 它会在每一个栏位名称的储存格的右边 有一个下拉的清单 那这个清单你把它点下去 你会发现 如果借购号 你会发现它里面放的是文字 所以这边会出现文字筛选 那文字筛选能够 所谓的筛选的查询能够查什么呢 因为它是文字 所以 里面可以查什么 如果完全等于 或不等于 或开头是什么 结束是什么 如果说你想要做一个所谓的关键字查询的话 其实就是所谓的包含 OK 只要里面有包含什么 包含AC好了 那就帮我找出来 你可以用包含 那同样的你会发现提名 点下去 这边也是文字筛选 那哪个地方有没有不一样 你会书号 书号里面都是数字 所以你点下去你会发现 这里有点不太一样 哪里不一样 因为它都是数字 所以它这边会出现什么 数字筛选 也就是说 针对数字来查询资料 那能够查的不一样 像刚刚文字的话 有包含 可是数字的话就不是所谓的包含 而是它就比 要不就是比较大 要不比较小 要不就是等于 OK 类似像这样子 所以查询的方法不尽相同 那如果你们到图书馆的话 你会发现都有那个扫调码机 逼 然后它自动怎么样 自动就帮你找出那个那一本 实际上逼一下 就是输入什么 输入那个书末编号 或者输入你的那个 就是你的那个所谓的 那个图书的借约的证号 然后呢 自动帮你找到你的所有的借约记录 那可是问题它怎么查的 其实就类似像这种筛选的方式 那首先呢 如果假如说我今天希望 最简单先从哪一个 先从书目 假如我要查 我希望呢 建立一个按钮 按下它之后呢 它会跳出来说 请输入那个要查询的书目编号 那我假设输入那个编号 自动帮我把那一笔资料 帮我查出来的话 程式该如何撰写 OK 那当然你们将来做的那个报告 其实也是仿照这个方式来做就好 所以第一个 我先做所谓的书目查 书目编号查询 那做完之后的话 再针对其他人去做 其他追的查询 那怎么做 一先切换到开发人员 二的话 一样找到这个Visual Basics OK 那因为基本上大家大一都有学过 所以我们就等于是有点在复习 那个一年大一所教的 那当然程式不会太复杂 大概就是两行程就可以 那怎么做呢 先开启这个Visual Basics 他还记得开启开发人员 把它打开之后的话 Visual Basics 二的话记得开发人员 Visual Basics 再来按右键 直接插入一个模组 OK 所以在Visual Basics插入一个模组 那模组里面的话 我要写什么 写要查询什么 查询书目编号 所以我就打一个名称 那个名称叫 开图一定要Sup 如果我要出按钮的话 一定是写Sup 空一格之后的话 我们就打那个 要什么 筛选 我们这个名称叫 筛选 筛选什么 筛选书目编号 所以就拿个名称 书目编号 输入完之后按Enter就可以了 你会发现它自动会帮我产生小刮鼓跟Enter 之前我们教是这样 插入程序 从这边其实也可以 不然我发现好像从这边打得比较快一点 直接打 OK 接下来的话 程式要怎么做 接下来的话 如果要查书目编号的话 比如说 最简单的方法 其实就是什么 第一个 你要用所谓的一个物件 物件名称叫范围 所以你特别重要 这边打一个range range的话 顾名思义就是范围 也就是你要查询的范围 你要查的范围在哪里 我要从左上角是A1 冒号到H的哪一列呢 如果你不知道哪一列 你可以先点这边看一下 Ctrl向下 到558 Ctrl向上 再跳回去 你可以把这个数字填上去 558 然后后双引号 后刮鼓 再点 特别注意 如果说你要针对这个范围做筛选 其实是查询的话 特别注意 它里面有一个功能叫Auto Auto 什么 Filter 当你打个AU 基本上就可以找到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的话 其实应该可以猜出Auto Filter Filter 就是过滤器 意思就是有点像漏洞一样 当然 其实早上我看到有一个写书作者 脸书上有写的说 因为现在的学生不喜欢学英文 那因为程式是英文写的 所以大家都不喜欢写程式 这有个道理 好像有点道理 那各位不用太赞 因为这里面程式的英文都是属于比较简单 基本的英文 所以你也不用太排斥它 反正你就大概知道 Filter就是过滤 那我们如果把它点两下 然后空一格之后的话 接下来的话 其实它也会一直给你提示 我觉得在程式里面 我觉得如果你会写用对方法的话 其实也不难写 接下来后面它会显示出一个粗体字这个 Filter 其实是哪一栏 栏位 英文的中文意思就是哪一栏 我要查的栏是哪一栏 这个Filter指的是数字 1234 所以这边的话请各位填上四 就是逗点 我要查第四栏 所谓的criteria 你要查里面的条件是什么 我要查的条件 比如我要查字第一笔好了 11908664 帮我查这个东西 OK 查查看 帮我查出来 其他的意思就是说留下这个 其他都不要显示 我们写完之后把它执行 有没有发现 有点像漏者 只留下这一笔 其他怎么办 其他就不见了 你可以只找到这一笔就对了 如果说我想要把它恢复的话 那我可以再把这个sub 到End Sub 复制Ctrl-C,Ctrl-V 然后复制到这边 改成什么呢 改成叫筛选复原 如果我要让它恢复的话 那怎么让它复原 还记得吗 其实非常简单 如果你要复原的话 只要怎么样 把这一个field 后面的东西 把它delete掉 它就可以达到复原的效果 按一下 复原了 有没有 所以你如果再按 又一笔了 可是有同学说 我是不对 如果我今天是查 这个是OK 可是我下一次我不可能一直在查 查这个编号 那可不可以帮我改成什么 改成就是说 当我想要查哪个编号 他就帮我调出哪一笔资料出来的话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其实很简单 只要把这个地方的资料 改成一个变数就好 那这个变数从哪边来 就是从给使用者填 看看他查什么 所以要特别注意 如何从使用者那边 读取资料 上面有讲过 X 这边可以多一个变数叫X 等于从使用者多 那边帮我取的什么 资料 叫Input Input box 就是跳出来那个东西叫Input box 瓜虎跟他讲说 帮我一下 什么呢 要记得请后加算 请输入什么 请输入 这个叫书目编号一下 请你帮我输入一下 这个书目编号 然后金探号 为什么金探号 一定要 这意思 三个金探号 最后的话请你把什么 把这个X放在这里就可以了 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做出 我们要查的这个书目的查询 OK 试一下 执行一下 请输入编号 那我想要查哪一个 查这个 12184513 好了 这不要当你里面不能打错字 打错字就找不到 按确定 你会发现 留下来就这一笔 OK 那如果你要复原的话 就直接把它复原 OK 这样是大功告成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吧 这个部分的话 等于是 先大概 重点复习上个礼拜 但是我们其实不是在做 正照他要我们做的 我们另外在独立 做我们想做的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先 产生我们要者 来画面先画面 各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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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谢谢